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陈彦淳 欢迎收听 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 今天跟大家聊聊 决战AI超级电脑得算力者的天下 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 请记得听到跟看到最后 今天来并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 欢迎玉斐 同编好 财讯的听众 观众大家好 最近AI的话题一直从黄仁勋来了之后 一直夯到现在 虽然股价做了这些修正 但其实趋势并不会改变 其实这次我们就想聊一下说 AI看起来离大家好像很遥远 但事实上它距离应用面已经非常非常靠近了 你知道吗 财讯双周刊今年50岁了 现在就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 加入后你可以看到会员专属影片 还可以获得专属徽章与会员电子信 最重要的是你的支持将帮助我们继续带来更优质的内容 赶快点击下方的加入按钮成为财讯大家庭的一份子吧 透过超级电脑运算的这个AI应用能力 其实真的已经是应用在白工板页上悄悄的在发生 你可能不知道而已 看了这个玉菲的报导 他用一碗卤肉饭的故事来告诉我们 AI是如何影响到我们这碗卤肉饭的 我们可以从国网中心分享的案例就是他打造了一个超级电脑是台湾山二号 他把所有小猪生长的基因啊 体重啊 甚至所有的变化的参数 就可以算出这个小猪生长的一个路径 以前我们要选到好的猪种 可能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才知道这只猪以后可能会不会长得很好 它的肉质好不好 品种好不好 对 然后现在呢就是用了超级电脑算力之后 只要七天 这样好像有点像残忍 但是早上七天你就可以知道哇 它未来就是一个好棒棒的猪这样子 所以厂商可以提前挑选猪好的品种的猪 然后让它继续成长或是给它比较多的资源 然后就以后变成好吃的卤肉饭 这可以说吗 其实逻辑上就是提高这个业者的饲养效率 但我觉得这个时间缩短非常多 代表说它的决策效率也会跟着提升 这件事情已经在做了 虽然就是我们看起来平常香喷喷的卤肉饭 其实背后原来这么有学问 其实不只是卤肉饭 飞机还有气象鼠 都用到类似的应用 对 因为超级电脑本身的投资是金额非常的庞大 所以过去来都是国家的机构在投资 国家机构就有扮演一些科研的角色 以美国市现在超级电脑 大国 那我们都知道不管从太空 武力 比较高难度的航太科技 太空梭 它要发射升空 它的轨道 它的气流 它的气压 还有像飞机的造型 因为它的参数非常的多跟大量 需要很精准的去计算 所以这些都需要超级电脑算力 了解 对 所以我觉得一个有趣的情况就是说 过去超级电脑的运算能力 只放在比较国家型重大的机敏行业 它现在是因为AI落到百工百业里面去 那我先想回来讲一下说 到底超级电脑的运算能力该怎么界定 才叫做真的超级电脑 不然我的电脑也可以运算吗 因为它算得很快嘛 所以它的自己有特殊的运算的单位 叫做每秒浮点运算次数 Floze 那其实在大概40年前的时候 超级电脑 大概一台每秒只有百万次的算力 发展到现在的话 现在是千兆次 对 每秒千兆 每秒千兆次 对 国防中心有形容 就是讲到说台湾2300万个人 每个人花一秒钟去解一个题目 可能要算十几年 等于是这个超级电脑 花一秒钟的时间算出来的 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可思议 就是刚刚跟那个小猪的情况一样 效率被大幅的提升了 没错 时间被大幅的缩短 刚刚玉肥不断提到国防中心 其实国防中心的角色 是不是扮演了台湾建制超级电脑的 一个重要的建制者呢 对 因为超级电脑在国防中心 现在有四座 接下来国防中心还要投资 大概百亿 再扩增算力的规模 了解 所以它等于是国家级的建设 没错 其实我们这次有整理了 全球的超级电脑的排名 到底现在在算力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既然算力 就代表国力 先来盘点一下国力的情况 那如果以总算力来排行的 国家情况是怎么样 当然就是美国独霸 以PetaFlow的单位来计算 第一名是美国 4408 第二名是日本 它就非常大了 日本只有669 就是落差 很大 第三名是芬兰385 然后第四名是中国358 第五名是意大利332 那请问台湾是 台湾排名第17 然后现在目前54 好我们现在正在极其直追踪 刚刚是以这个算力作为排行 那如果以数量作排行的话 前五名是哪几个国家 美国还是第一大 它总共有171座 然后紧接着是中国有80座 德国有40座 那日本有28 法国有25座 那台湾有几座 台湾目前是排名第16 那有申请到Top5500里面 总共是有6座 6座 现状是长这样 但我们不要忘记说 其实现在超级电脑 因为GPU的关系 其实快速在迭代 因为过去的超级电脑 主要以CPU为主 所以它现在看起来是进入一个 直变跟量变的情况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以直变来说 是从CPU架构变成GPU架构吗 对 因为大家突然发现 原来GPU算这种生成式AI 很有效率 刚好也是因为这一波 生成式AI的应用 整个补名起来 大家才发现 原来GPU可以用在这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以超级电脑排名来看 推达自己做的超级电脑 它就是用GPU的架构 你看它就可以在全球排名第十大 所以另外一个趋势就是说 它已经从国家级的建置 变成YES自己也要建置 现在如果以全球这个算力排行 实验室来看 第一名是国家的 这个美国的橡树林 它是算力是最大的 第三名竟然是微软 对而且微软是去年第一次 被排名到Top500 你看它第一次进来就是第三大 就第三大 所以它是用最新的GPU的晶片 都有CPU跟GPU做搭配的一个云端系统 所以它等于是新的架构 会让算力大幅的提升 所以其实这次 我一直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 也不断跟我们讲说 这个迭代速度真的非常非常快 我们有采访到国卫院的院长 师徒惠康 他就说他跟惠达超级电脑 有在做合作 的确发现引进了之后 不管在分子结构的计算 复杂度其实都比以前快很多 但是他就说 因为这个部分是挥达在台湾第一次的生计医疗的项目 就是有点半买半享受 在建制成本上还没有那么贵 但是他就说 因为这已经执行大概两年多的时间了 紧接着他就说三年后 他就要开始考虑迭代的问题 真的很快 然后他就说他还蛮担心 就是建制的成本 怕说三年后会付不起的意思吗 对三年后假如说真的需要做迭代了 到底这个部分的计划应该要怎么走 其实他也提醒到很多企业 是不是需要建制自己超级电脑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们也知道黄仁勋 他几乎一年就推一次新的晶片架构 所以大家会担心 到底这个迭代的速度问题 就像台湾自己国网中心的台湾32号 也是一样 他接下来一年半 可能也要面临退役 或者是要迭代的问题 所以以后算力的计算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一波的建制潮 从国家到企业都是这样 那其实不用讲 美国真的是如火如荼的在座 中国也是 那台湾也是 台湾从除了国网中心要建制之外 其实一般的民间企业 也都很积极在台湾建制超级电脑生产基地 又再提到黄仁勋 黄仁勋这一次就是有参加经济部 那个大Aplus的计划 所以他在高雄的软体园区那边 干了一个叫台北湾 虽然他叫台北湾 但是他在高雄 他一运作 马上就变成台湾第一大的超级电脑 他用最新的架构 对 他是用最新的架构 因为他有申请补助 所以他必须要释出25%的算力 帮台湾扶植相关的AI产业 还有像大型语言模型的一些落地的应用 那其他的75%当然就是要让他自己的资料 对 因为他现在要架构他的生态圈 那他也非常看好台湾的这些ecosystem 所以他在一些计划里面 他也扶植很多台湾的新创公司 这一次他在台大演讲 这个台湾地图 其实上面有很多都是新创公司 没错 其实架构算是这样 就是你有算力之后 你还是要落地 对 所以现在这个部分就是在做一个串接的动作 希望这些算力可以应用到百工百业去 让他能够真正的获利跟赚钱 那些还处在这个前期的基础建设的工程的建制上面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除了国网中心 包括震威 包括鸿海 都会陆续建制超级电脑 在台湾 我看还蛮多是2025 2026 还有今年都会落成的 对 尤其像鸿海 一样就在台北湾旁边 2026年他希望启用 他用的就是最新的GB200的机柜 所以那时候我们有分享 然后说其实他的面积并没有很大 以前超级电脑 大家就觉得 可能放一旺去就像一个足球场那么 大家都布满所有的机柜 因为现在晶片的效能提升 然后机柜的设计其实又太一样 所以不需要太大的场地 但是他用了最新的半导体的技术 效能其实是提升的 所以就有点像是之前黄云鑫讲的 那个买越多越省的一个概念 对能源的这件事情 过去可能要那么大的场地 他可能也很耗能 但新的设计上可能就稍微会比较好一点 超级电脑建制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应用 要能够接得上 其实这次我们也访了几个案例 用超级电脑的算力 来应用在各个行业里面 我想特别跟这个观众 跟听众分享就是说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建制超级电脑 因为他那是完全一个高成本的 这个投资 一般企业怎么办呢 他就可能就是租借这个算力 对分租或合作的方式 他不用花那么多钱 他一样可以享受到算力的好处 这次我们就访了好几家公司 包括有可能律师事务所 有设计公司 有生计公司 那玉匪这次要帮我们分享的是 宇建智能这一家公司 他用的是谁的算力啊 一开始他自己兜啦 就是先小小的开始 然后因为他有跟辉达合作 所以我辉达这次就免费提供 台北湾的算力 给他去run他的应用 他是专门做数位软身应用的公司 那我觉得这个分享比较特别 就是以前大家就知道 3D绘图 我们可能能想象的就是动画的领域 但是他现在的场景是搬到工厂 比较特别是以前要去设计这个工厂 要花很多的时间 他有分享可能要300个小时以上 而且是每天每夜 那要去算工厂的生产线流水线 然后甚至是仓储的运作 机器人要放哪里 输送带放哪里 再看他的吞吐量 都会要有不一样的设计 那现在因为他有参数 然后他还有一个很厉害 叫做模拟合成 用既有的参数 去新生成一些新的东西 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他有分享大概三四分钟嘛 真的 真的 原本是300个小时 对 然后大概是1000多瓶的工厂 他就可以马上跑出来 所有那个3D图 其实很酷 对 而且他意思是说 假设今天盖工厂之前 他会有很多的前置作业 那我到底要盖多大 那我的效能会怎么样 我的效率怎么样 他就可以帮你设计出很多种 今天你只要看月产能2000万 5000万上亿 那我可以做不同的设计 对 其实他就可以 一直迭代很多新的solution出来 所以等于是可以依照客户的需求 甚至产能做空间的调整 过去可能一次画一个图 就花很长的时间 然后不错的往返测试 再做修改 他现在用超级电脑运算 一次可以可能给你算出 不错的样板出来 对 没错 很快就可以调整 而且它是一个物理性的 它可以直接侦测所有产品的 重量 形状 大小 因为这个团队里面有一个懂3D的一个研发人 所以在这个技术上 其实挥达的总部是非常认可的 所以也想要扶植他们在虚拟 就是数位软身平台这边 把它拉上来 把他拉上来 就是希望他可以做得好 他可以跟他的客户证明说 真的AI的效率是高的 那也让他提升竞争力 然后他一方面也使用算力 就是上下有串联 大概是长成这样 另外一家公司 这我也蛮想请玉肥分享就是七法 因为刚刚讲到 宇建志的他的客户大概是巨大 坐脚踏车的巨大 那另外一个七法 他看起来他的客户也蛮厉害的 金融业科技的大咖 几乎都是他的客户 他有点像是老心窗 因为毕竟今年是他成立第九年的时间 老心窗 他一开始因为本身创办人郭荣燕 他其实是有工程师的背景 之后他又去学法律 所以到最后 他是为了要解决法律作业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司法的一些文件 如果我要copy的话 其实他整个格式会跑掉 我相信文字编辑人都懂 整个格式跑掉 你光是在那边调 就很头痛 然后他就觉得身为律师 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时间 然后他只是用小小的程式 去解决这个问题 之后他就 哇原来法律界应用科技是这么的 就是很传统 然后促成他想要创业的 这样子的理念 然后就找到自动到的朋友 就开始 因为这个部分 他之前是免费放PPT上面 然后最后他们决定是 先创造了一个叫做搜寻的系统 因为司法的判决书里面 有很多的段落 然后他可能有很多 很类似的同意词 那有时候 他们在诉讼的时候 他们要找范本 找一些过去的判决的案例 做参考 然后再呈现给法官 像司法搜寻系统 他就是很难用 就是你要一项一项一项 很仔细的罗列出来 你要的东西 那可能跑出来的不见是你的 但他们现在搜寻这个就很好用 他们有去设计过 去重新把判决书抓出来 重新清理 然后结构化 很多律师就发现 我只要用一个同意词 或是我直接要找到被告 原告或是法官判决 哪一个段落 一下就可以跳出来 我要的东西 其实是节省他们 很多的时间 对很多的时间 而且很好用 而且他们之后 其实在大学这个部分 其实都有做推广 遇到很多年轻的律师都说 很好用 接下来他就进入到 像法尊的市场 开始跟金融业合作 可以在这个部分 做一些就是AI化的东西 的服务 所以要等于是说 利用算力 让他的搜寻功能 变得更完整 是这样的逻辑 那他是用谁的算力啊 他一开始其实是有用云端业者 但是其实很贵 之后他有跟台智云合作 对台智云这个角色 提一下就是 国网中心当初 台湾三二号 是台湾第一台的AI 的超级电脑 然后那时候是时任 那个科技部长陈良基 他主导的 他那时候就觉得 我空有这个大的电脑 但是我没有办法 做落地的应用 其实是枉然 所以那时候 他决定成立台智云 就是要负责做落地 国网中心这个台湾三二号 有50%的算力 是给台智云 所以我这次采访 很多公司 其实他们都跟台智云合作 然后台智云 因为他也可以在上面架设平台 然后他自己有开发 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 他就可以协助这些新创 然后去怎么运用 这个些超级电脑 对 所以台智云他有讲过 之前我们也报导过 说他希望可以成为 这个AI算力里面的台积电 对 这样的概念 所以他等于是分层负责 做专业的这个算力供给跟服务商 这样的概念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算力跟AI 这件事情是环环相扣 然后从上游建置到下游应用 看起来是一条龙的 是不可分割的 所以这个市场趋势 看起来方向是正确 下面的百工百业 什么时候还会完全铺开 这件事情我们也会满期待的 会透过各种的追踪 为大家找更多最新的讯息 好 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 在天亮才知道第198集里面 外资大户狂到货散户逢低拼命买 台塑四宝2025年将迎来曙光里面的留言 那是不是请玉玉菲帮我们念一下 第一位网友留言叫富太郎 他说景气循环的好公司 在景气低档时就是长线进场点 未认同 对 没错 只要是好公司 其实都是可以长期持有的表例 对 股价的表现就上下起伏 那我们就盘点出现状 供给这个投资人参考 那进场十几点大家就要各自判断了 Big Mouse 阿尼基 他说本来看到股价想入坑 看了一下本季的数据 虽然说有增进 但是数学不会骗人 台塑的确还有一段艰辛的路要走 这个就是从数字上看起来 的确也是这样 但因为股价已经修正很多了 马尔斯他就说台塑如何回应这个挑战跟逆境 要拿出实际的方案跟行动 是要转型吗 还是要深化原有的产业 或者是另辟途径开发新的市场呢 这些行动跟方案 台塑是否能够顺利完成 有多少的几率 有多少的筹码跟资源 还有他们有多少的能力呢 也就是说当前如果要投资台塑 是一门难度很高的投资功课 如果没有深入研究 即便成功也只是运气 看来马尔斯非常关心 台塑极端的发展 他的分析也非常专业 其实我相信这个问题 不是只有投资人关心 台塑的高层力也很关心 到底下一个成长动能在哪 在什么地方 要转型到底应该要怎么做 这是个蛮严肃的问题 那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追踪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告一段落 非常感谢玉菲的分享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现在也是彩讯的周年庆期间 欢迎大家踊跃订购 听了才知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